iii 各位現州報的讀者 大家好 我是 entertainer 來高雄要找最好吃 最好玩 就要看現州報 當然來高雄 印象最深刻的第一件事情 當然就是熱 然後熱當然也是代表熱情 因為我覺得每一次來這邊都很嚮往 這邊的溫暖 然後我覺得來這邊 當然也是要找台北吃不到的好吃的東西 我覺得我很幸運的是因為 籃筐 籃筐的人們都非常知道哪裡好吃 尤其是籃筐的老闆 所以每次我來都可以大快朵贏 像是因為我自己也很喜歡吃牛肉 而且吃牛肉對歌手來說也很好補氣 所以推薦幾家 也許你們都已經知道的地方 一個就是牛肉火鍋 我很喜歡吃牛種 我覺得非常的棒 好像沒有在台北吃過這樣子的口味 然後川味這家牛肉麵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家牛肉麵店 但是吃起來的味道就是跟台北的不一樣 而且老闆也很有個性 所以我還蠻喜歡吃這兩家的牛肉的 推薦給大家 應該是博二吧 就是有成品的那一邊 因為就是有很多 跟台北一樣會有很多的手工藝品店啊 那因為每個週末好像也都會不太一樣 所以來這邊的時候呢 會喜歡 有空的話會喜歡去那裡走一走 然後呢在高雄流星音樂中心的附近 也是有很多的文創的地方 我覺得那邊就還可以看那個大船 我覺得那邊也蠻美的 只能把刀子刺痛我 痛了感情 不絕來藍狂演出也有好幾年了 覺得時間過得很快 然後從一開始可能高雄的朋友也不是很熟悉我在藍狂唱歌 到現在呢會慢慢開始有固定的同樣的朋友來聽我唱歌 我覺得很開心謝謝你們這些年在藍狂陪伴我 也希望呢以後呢可以繼續這樣子的唱歌給你們聽 真的要選蠻難的 但是當然我是歌手開始的 所以我覺得我最最最喜歡 真的要我選的話還是是歌手 就是很喜歡唱歌這件事情 但是當然啦 DJ啊演舞台劇 其實也都跟音樂脫不了關係 我最近其實也才剛完成一個新加坡的演出 算是疫情之後第一個比較大型的個人的活動 所以我覺得很開心 真的能夠受到新加坡那邊朋友的邀請 所以希望對以後的期許當然就是 除了在台灣的演出之外呢 也能夠去別的國家到處去走走去玩玩 然後唱歌給更多人聽 順利